今天凌晨在台北市内湖区的一栋公寓传出了火警 结果造成了一名老翁不幸丧生 清晨一点半左右内湖的新名路附近呢 有一处公寓四楼 疑似因为瓦斯外泄结果导致气爆 消防队获报之后呢 将现场拉起了封锁线上楼查看 结果发现60多岁的老翁没有了生命迹象 邻居表示了住在这里的老夫妻常常吵架 上个礼拜就曾经发生了火警 也不清楚为什么会接二连三发生了意外 而真正的事故原因 现在警方还要进一步厘清